记者王俊奇花莲报道 花莲镇后观光复苏 风靡全球的宝可梦游戏制造商Mindic Labs 首度与花莲县政府花莲和品酒店合作 在知名手机游戏Ingress中 设计18条特色景点作为任务路线 并在今天举行Mission Day任务日 吸引全球千名玩家齐聚花莲界任务 领取代表花莲的红面压虚拟勋章 Ingress是一款结合现实与虚拟世界的手机游戏 推出至今已累积全球百万名玩家 台湾约有6万人 Mission Day则是由游戏官方Mindic Labs与各地旅游部门 玩家合作组织的城市探索活动 花莲路线能够入驻游戏 全靠台湾资深玩家陈建人界线 陈建人说 任务日会不定期在全世界各个城市举办 台湾分别在新北市、台南市及台北市等地举办过 今年为配合复苏花莲镇后观光 特别以示花莲 并由县府推荐18条任务路线 永久入主游戏 胖能吸引全球玩家接续探索花莲 取得徽章 花莲和品酒电金也无偿提供场地 供玩家简陆 并设定为探索最终战 吸引千名玩家挤爆广场对战曲勋章 总经理唐玉书另争取到3万元住宿券 及全球唯一级米主题双人房住宿券 作为玩家探索游戏后的最大奖 为花莲立判观光 唐玉书说 Ingress所设计的任务路线 融合了花莲特色旅游景点 玩家能以手机地图为任务导航 即有单车 步行等简单方式 细细品味花莲的历史文化及自然景观 并回到汉坪酒店解开当日任务后 品尝在的伴手礼 并有机会获得有泰山企业等多家厂商赞助的奖项 花莲县政府观光处长彭伟族说 受地震影响花莲观光产业业绩普遍不理想 透过与Ingress Mission Day及在地业者合作 为花莲设计出18条任务路线 公玩家以虚拟实境结合城市体验 探索花莲门创园区 东大门夜市 并向北延伸至新城老街 七星潭 吉南至光复堂场 连接客家文化浓厚的凤林客家村等路线 当完成任务后 就可获得全球独一无二代表花莲的红面压虚拟勋章